各位現場親愛的小草們 大家晚安 今天是開票日 那我知道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不過還沒有到最後關頭 我們還是會繼續奮戰到底好不好 好 這幾天大家都很激動 剛剛講整個選戰的過程 對一個四歲的政黨來說 其實真的是非常艱辛 我今天早上靜下來 開始回想這段歷程 從我去年台北市長雖然敗選 然後我就去休息 然後在美國度假 然後看到了台灣的政論節目 說柯文哲要選總統 然後有一些名嘴就說 你看看那個黃珊珊都沒有加入民眾黨 那個黃珊珊都沒有幫助柯文哲 他怎麼參選總統 所以我氣到就買到機票立刻回來報到對不對 參與了這場神聖的戰爭 柯文哲參選總統是他四年前就許下的心願 他沒有繞跑台北市長 他把台北市長做好做滿 然後卸任後 開始才走向全國 如果他是一個吃碗內看碗外的人 他早就可以在台北市長任內到處亂跑 他沒有 我們在台北市工作的時候 他幾乎一到 然後每一件事情都勢必恭情 他對台北市是真的非常用心 當然市民不見得看得到 但是我相信只要到過台北的人 都能夠感受到台北的進步 但是這是不是一定會反映在選票上 有時候不一定 因為台灣還是受到很多媒體的誤導 每一天有人像政論節目不管幾台 每一天的政論節目都打同一個人 你有看過這樣子的台灣媒體環境嗎 而且整整八年對吧 但是他還是毅然奮戰打出了今天這樣的成績 所以我們各位看到我旁邊都是非常年輕的優秀的同仁 他們在其他的政黨不太可能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就得到這樣的機會 也沒有辦法在 不用靠樁腳 不用靠花錢就可以參選得到公職的機會 所以台灣民眾黨是台灣一個新生的力量 我們都很簡單 我們跟客問者一樣簡單 我們只是認為對的事情要做 不對的事情不該做 然後要認真做 所以我們一直認真做的對不對 各位小草就是因為認同的是這個價值跟信念 你從來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麼好處給大家 我們有發什麼重要的委宣品給大家 反而是每次在我們的競選場合 我最感動的是大家捐錢還要排隊對不對 所以要謝謝你們給我們力量 客問者跟台灣民眾黨是跟人民一起成長到現在 我們從幾個人到幾個議員到現在我們有數千個志工 有陸戰隊有康阿伯的所有的這些跟著大家一起走了一千公里的夥伴 這些人都是我們接下來最重要的小草 我們一定可以從現在開始繼續讓小草蔓延成為草原 接下去成為森林好不好 好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只是開始 每一個開始都是困難的 這個困難不僅僅是現在 但是我們很高興的是 它已經燃燒了台灣人民公民運動的第一把火了對不對 讓大家去相信 讓大家去相信 有政治人物可以靠著價值跟信念 讓所有的人認同 然後來支持他 而不是靠著撒幣 靠著欺騙 靠著氣寶 靠著講一大堆謊話來認同他的對不對 這是台灣的最新的價值 這也是台灣最新的選舉方式 這個方式也許台灣人民不太習慣 也許還有很多人認為 你們這樣子怎麼選 你們沒有花20億怎麼可能選總統 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沒有花20億 但是我們絕對讓台灣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心 都站在我們這裡對不對 台灣已經成為三強頂利的狀態 我們這股力量會左右台灣的藍綠版圖 而且也會讓南跟綠都要知道反省對不對 如果沒有台灣民眾黨 他們只要搞對立搞撕裂 不需要有任何代價 然後就可以繼續享有他們的政治利益 我們要讓他們知道 台灣是需要團結的 台灣是需要共融的 台灣是希望有一個第三關鍵的力量 讓台灣人一起團結在我們大家的目標之下好不好 所以台灣民眾黨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是台灣穩定的力量 是讓台灣走向多元共融的力量 是用愛跟溫暖 讓選舉不再是仇恨跟撕裂 昨天柯主席說得很清楚 你們就是我們繼續存在的動力 你們就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你們就是我們的靠山 所以所有的小草們 今天是一個新的開始 今天也是大家坐在這裡最重的原因 我們不是為了那個什麼人 我們是為了這份信念 我相信對柯文哲主席來說 各位我們站在他身邊 他跟我們一樣會跟著大家一起往前走的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所以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還有部分區的立委的名單 我們還有區域立委等一下一步一步的 我們一起幫他們加油好不好 好 台灣民眾黨還是一樣 我們承諾 我們會繼續秉持 理性務實科學的精神 不管在立法院問政 還是在地方的議會 我們會培養出更多的年輕人 讓他們參與公共事務 讓台灣越來越好 這是我們的承諾 我們會盡全力來支持柯文哲主席 我們一起往前走好不好 好 在這裡 所以請大家稍安勿躁 我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雖然天色晚了 我們知道你們都在我們身邊 我們也希望 等一下 有機會 我們會請柯主席來跟大家說話 我們也希望大家坐在這裡 每一個小草 都是我們最強的後盾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趁三三姐還在台上 我們來幫柯平加油 剛剛記得嗎 信念 對不對 來囉 柯平 加油 柯平 加油 柯平 加油 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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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